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你要去察觉到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 我当时我自己就是觉得有些熟悉的东西要出现 难道我落日的时候看到落日 为什么这个落日会触动我 因为那个时候也在修行嘛 就会觉得他为什么这个落日能触动我 然后真的那种落日远看的时候 我从事内心就是有些很伤心 就是很悲伤 然后或者是有种怀念故人 就是故人远去了 但是你也想不出哪个故人远去了 就是怀念故人或者是熟悉的东西 美的东西 亲切的 爱或者是情感 所有的东西都在远去的感觉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就觉得有一点触动 就是个情感情绪 而且这个持续了很多年 大家以前就小时候 一直到最后休息 休息了以后才慢慢消失这些东西 我甚至以前就是刚开始休息 我去探索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是不是看见落日曾经发生过什么很美丽的故事啊 是不是哪一世有一个美丽的什么爱情故事啊 什么故事在这个落日的时候发生过 因为每次不能触动 而且那种 凄美 就是那内心有种悲伤的凄美的感觉 后来 就是休息 休休休休 看见落日没感觉的时候 你觉得啥也没发生过 就觉得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知道吧 是自己妄想 很多妄想 就是头脑里边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就是别致很多的梦想 而恰恰是那个落日 你触动你的梦想 你的梦跟那个落日很容易 就是内心里边 你有些气啊 很容易被落日触动 或者你被月亮触动 或者你被夕阳触动 或者你被海浪 拍击海浪的声音触动 就每个人总会有触动的东西 就会触动自己的情感 情绪的东西 比如你是啥呢 你到你可能是过了 你已经不是伤感了 你已经在落力了 流力了 比如说落日会代表顾人啊 你爱的人啊 或者关心你的人啊 或者你熟悉的 比如陈大哥 或者什么他们的离去啊 我觉得对你 就是一种伤悲吧 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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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是说伤悲 我觉得这个来自于 亲人的故去对你 比如说你父母 走了 你虽然没有记忆 就是记不起来了 但是 但是你的本性里头有那种痕迹 而且这么多年你会 你是渴望过 如果他们活着多好 或者是什么 但是陈大哥又代表你 其实是一个 一直在这个世界 一个父母的形式 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 他的离去触动了你的情节 触动了你很幼小的时候 心里里别的一种情节 你对家庭爱情感 很多东西的渴望 就是在里边 但是你的流利就代表着 就是说觉得 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他们离去了 你不是没有拥有 只是说他们离去了 我觉得流利是件好事 是不是 人还能哭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有的人都不能哭了 真的 我觉得力能流出来 有的人真的是 你看着他心里很难受 他俩里也是空空的 他流不出来的 一个人能够流泪 我觉得有时候能哭能笑 真的还帅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留吧 尽情地留吧 不要给他定义 这是伤感 也不要管他了 留吧 一段时间就好了 就到自己去 把内心的 随着沥水 把内心的那些 对听人的 你也知道 爱别离苦嘛 这就是人道 人生的母义苦 与所爱的 与所渴望的 渴望的 与所分离的感情 去就是 就到把那些思念 那些惜别 珍惜的惜别 还是美好的祝福 通通的在沥水里给予 就是付出 沥水也是付出 因为沥水 你为他们而留 为你的 挚爱的人而留 为你 也许为你甚至 为很多人 你喜欢的 或者是你 跟他有过纠结的 或者是 甚至是说 恨过的 等等 怎么样 或者抱怨过的 但是现在 物是人非 就是 思过境界 物是人非了 就是 就是留吧 就是 过去了 很多事情 我们只不过是 带着 人是有怀念的 那种觉寿 这种觉寿 住起来的时候 喜别也 不甘心也罢 不伤心也罢 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也罢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流泪了 没什么 没有多 人生不神秘 人不神秘 人就是一个 这样情感的 一个就像个机器一样 他就是这样 触动了 就流泪 触动了 就笑 触动了 就 就多求三个 触动了 就 生机无限 触动了 也许就 无聊 触动了 也许就 生无可怜 不过就是 无数的触动而已 什么东西 触动了你 然后你又 反映了什么 你给出了什么 解露 给出了什么定 只不过是 都市幻境 只不过 你在幻境里 不能自拔 你现在是需要力量 能够自拔 你想 你想从这种 流泪的状态里 拔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个方法 就是尽情地流 就拔出来了 尽情地流 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 让自己哭 哭都不敢 痛痛快快哭吧 觉得有问题吗 觉得有罪吗 觉得我不应该哭 为什么人家都笑 我是哭的 难道我是这么苦吗 不 痛痛快快 当你为身边的 很多人在流泪的时候 那也是爱啊 就是流呗 把你的爱流出来 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保护眼睛 因为你一定说 眼睛就出 时间走了 眼睛就肿起来了 眼睛就会肿 然后呢 最好如果你觉得 力流不止的话 最好闭皮也要碎 我这样说真的是 这样说 好像对陈大哥 对陈大哥 就不能让陈大哥听见 有点不忠忠 说你看你看 陈大哥哭吧 哭哭吧 你看你 你笑嘻嘻的 还在那儿打趣 一点不为我的死悲伤 就是这样 所以他听不见 没听见 屏蔽上一下 我也不承认 我是无情的 知道吧 陈大哥 问题能怎么样呢 你想哭就哭呗 哭不敢哭 让他像雨要下 下 让他像雨 下他三节三夜 就能下着 然后暴雨 小雨 飞飞细雨 对我下来下去 毛毛 对你 你清语就下 我下来下去 下来下去 不是 只有天庭的一天 因为累 杉杉你的问题 你不要转 你不要转他 你转不了的 你这种伤心转不了 尽情地让他像雨一样 清泄 发泄 把他胸里憋的东西排出来 无所谓是什么 从后边排 把前边排 然后左边 想哭就哭 但是你知道你在哭 你不是无知的 说是就像白痴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在笑 还是你知道 然后不要想转成 把他转成快乐的 这种粒里面有感激 有感恩 有抱怨 有恩怨 有深深深深的缘分 然后有留恋 有惜别 有自己的不如意 有很多委屈 有自己的生命的艰难 就很多东西都在沥水里 让他留吧 又有什么呢 是不是 也不用需要转说 这是悲伤 这不是悲伤啊 你要知道 这不是悲伤啊 生命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活在像里边 那世界的像 承受坏空就是这样的 无传就是这样的 除非你从这种像里面 解脱出来 不被这些像 不在这种像里面折腾 否则就是 没有打 我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啊 就像我曾经问 为什么看见夕阳我会触动 因为有妄想 那个妄想会比触动 甚至看见很多的花 满山变的花 我坐在花海里 那种憧憬啊 那种真的 金草会 金草会 一定就是满山变的花多 然后还有一个小房子 房子上 那个窗上 还有窗子上还留着花 真的很像那种微信里面 我们现在那种图片 然后我住在那个房子里 开着窗 从外边看出去 满山的花海 然后在那 我到底在干什么 经常会出现这个境界啊 是不是 后来发现 就是当慢慢的 你修行以后 你会发现 哦 那是 其实是一种 有一些孤独 然后对爱的渴望啊 就是那种 其实那些花满山变的话 都代表你无边无际的爱啊 然后那种爱里面 有浪漫啊 有憧憬啊 有希望啊 还有一个小女孩的那种 对爱的那种理解啊 她是给花劣结的 她不会跟其他东西连结 她一定 因为小女孩嘛 她就给花劣结 还觉得满山变的话 好美啊 所以爱就那么美 然后你这种小房子里 在等待谁呢 你也不知道 好像等待 从天上掉下来也熟了 从地上冒出来也熟 从东边来的熟 从西边来的海熟 就没有 你不知道等待什么东西是不熟 你在等待一个脱俗的很美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是人 是事 你不知道 但是你坐在那个房子里 你经常会出现这种境界 那休息以后 然后你知道 休息到后期啊 我开始也会问 我在花海里发生过啥 是不是哪一次死在这花堆 真的好搞笑 然后但是后来你休息 到后期你会发现 当你真的缺燃的时候 或者是母 休到某一个时节段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坐在哪里 哪里都是花海 就是你 当你的爱圆满的时候 就是你坐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管它是买山变药的枯草 但是你坐在那儿 你都觉得自己坐在花海里 无量无边的缺世花 你一点也不觉得你孤单 也不觉得花海无处不在 那种感觉 真的会 就是会很安心 花海无处不在 跟着你的心走 就是你的心里边 你可以让它买山变药 缺世花 就是你坐在 冲草不着的沙漠里 但是在你坐在那儿 买山变药就是花堆 那个房子在你背后 在你左边 在你右边 在你前面 都不重要 你可以在里边 折风避雨 过这个世界的任何生活 没关系 其实 什么也没发生过 全是妄想 这个世界的东西 触动了你所有的妄想 你压抑的 你想逃避的 你释放的 你随心所欲的 你在抵抗的 抗痕的 或者你在走背着 冲击的 那些东西 不断的有东西在触动你 然后发梦而已 就是发出各种梦 然后你无法从梦中醒来 死死地被梦控制了 有些梦像梦烟一样地 压住你的胸口 是吧 现在你 你觉得你不舒服 你觉得你这种流利不舒服 就是有点梦烟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不想改变这种梦 让它尽情地流 不就是一个这样的梦境吗 在哭鼻子的梦境吗 当然我说得比较轻松 但是也不就是流水吗 水大出眼界 就是说有点过了 就是这样子流 就是把它停 就这样子 跟它合为一体 跟你的哭泣合为一体 不要想转变 没有什么 然后你不想转变它 你跟它合而为一的时候 那个离啥也不代表 什么也不代表 它就是眼睛流利 它是喜悦的 还是悲伤的 啥也不代表 然后它就不流浪 你会发现突然停下来 大眼也不见得会开心起来 但是最起码平静了 又怎么样呢 没有答案 因为梦没有答案 因为梦想都是我们的梦想 梦心 产生的情绪 产生的一些知觉 觉受啊 或者很多 所以任何东西 其实没有走确的答案 我不知道你怎么 走确的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就是这样子 因为是梦想 所以没有答案 如果有答案 只是此时此刻此地 你怎么了 他一定要有限定的 此时此刻此地 你比石头砸了脚了 谁哭 就是这样 哎 这样戒了 但是如果是没比石头砸了脚 也不疼不痒的 你们怎么哭 有什么答案呢 触动了呗 正好是个实际啊 把你那很多的东西发出来 很多的委屈啊 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委屈 你甚至不能原谅自己 觉得哎呀 这个世界很多人对你挺好的 为什么你还觉得委屈 你觉得自己太差劲 你甚至不能原谅自己 是不是 为什么不要这样呢 这个世界对你好 难道你就不委屈了 是不是 因为这个世界给予呢 都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什么呢 仔细想想 你要的那点没有 好委屈啊 是不是 这不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贬低自己呢 如此贬低自己 你觉得你不够伟大 你觉得人家 大家不都这样活着呢 为什么我就这么委屈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 对我也挺好 我有吃有喝 我也有做 为什么这个世界 好像我不懂得感 好像 你其实对自己 太多的责备了 太多的认为 自己不值得被爱了 觉得自己太差劲了 自己不值得被人呵护 被人爱 因为你觉得 你拥有什么 你都不开心 你拥有什么 你都没有开心过 你觉得自己不懂感 你觉得自己太差劲了 你应该开心 你应该自主常乐 但是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要的那点 永远没达到 比如你的爸爸妈妈 在你身边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我们生生生世世 父母好多 你是要哪一世的 我可以帮助你 这一世的过去了 下一世的 上一世的 上一世的 你都可以认回来 对吧 这一世过去 也许他又投胎了 然后他会认回来 因为那个 也许他 因为一个人 没有人 我来帮助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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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